曲目为直,中碧弯,养狼荡犬,看家难,默然炉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尖,密贱黄连,中碧苦,是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 上文书啊,咱们用了两天的时间聊了聊呢,这个准嘎尔的降将阿姆萨纳是如何和这个乾隆皇帝和大清朝廷斗心眼的 这原因呢,很简单,因为啊,他不认可乾隆皇帝对新疆的规划,那具体的说呀,就是权力和土地,他呀,想做这个准嘎尔新的大汗 这乾隆皇帝肯定是不乐意啊,我灭一个,服一个,这等于没干呢,好,又立一位大汗,这新疆啊,本来就是山高皇帝员 你要是啊,不听号令叛乱了,这朝廷再若派大兵去评判,还得是这么麻烦 要说这乾隆皇帝啊,可没有那么多的心思经历啊,和这个阿姆萨纳斗心眼 但是呢,乾隆皇帝心里啊,他有一定之规,他那什么吃剩多铁了心了 在新疆这块土地上啊,他必须要扶持啊,这个大小若干个权力 好让这些权力啊,互相挟持,互相约束,是坚决不能让他们啊,再建立一个统一的韩国 也就是说啊,在宫心级这方面,阿姆萨纳算是输了 不过输的也不算彻底,因为这乾隆皇帝还是忌惮于这个 原来啊,准嘎尔布蒙古各台籍的势力,尤其是阿姆萨纳 他对这个从草原归降来的小伙子呀,还是比较信任 比较认同,比较欣赏他,怎么说是小伙子呢 其实那会儿的阿姆萨纳呀,也不过呀,就只有三十来岁 后来呢,叛乱失败,克死俄罗斯那年呀 按照俄罗斯的这史书记载,无非也就是三十四岁 按照咱们这个大清国的这个记载呢,三十五岁 这原因您清楚啊,他们不知道什么叫虚岁 中国人呢,介绍啊,一个人的年纪也从来不介绍周岁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的心里就始终认为这个阿姆萨纳呀 不会背叛自己,背叛这大清朝廷 之所以呢,他有种种的过错呀 可能是性格问题,也可能啊,是贪图于彩色 这些个具体势力呀,一会儿咱们还会交代 至于当时在前线和这个阿姆萨纳一同共事的文臣武将们呀 他们呢,也有发现 但是当时那会儿啊,还没有攻克下伊犁 这仗啊,还没打完呢 所以说这大家也没过多的考虑这些 直到拿下了伊犁,升勤了达瓦齐 乾隆皇帝呀,决定撤军 说实话,撤军不要紧 可是这乾隆皇帝的决定啊 咱们现在也可以说是个绝对错误 我的一句话呀,这很多这个思想偏右一点的人呢,就不爱听 我认为呀,对某一地区呀,有实际控制权 那唯一能证明的,就是在此驻军才能宣誓自己的主权 您就比如说吧,我们和这个新加坡人 同宗同源,同用汉字,同说汉语 我们能说新加坡是中国吗?我们能说新加坡的华人是中国人吗?那是当然不能的 并且你既然要在这个地区驻军 这支军队呀,就应该有能力维持此一地区的稳定 要不去呢,你就有高尖端的武器 要不去呀,就得驻兵人多 这乾隆皇帝在这上边就犯了错误了 您现在知道,这新疆多了大 那会儿,这新疆比现在可还大 这乾隆皇帝呀,在这个乌鲁木齐建立了八旗驻房点 在此驻房部队并且屯田 可是啊,杖岗的种田的家道义齐也无非就是几千人 在那儿啊,设了驻伊犁大臣 不过呀,设的是个文职 第一任这个驻伊犁大臣呢,随军就去了 也就是说这乾隆皇帝早就有这种打算 谁呀,鄂崇安 提起他来呀,吴明白 他爸爸呀,可是这个雍正乾隆朝的大人物 就是众臣鄂尔泰 除此之外呢,还要把班帝留在这儿 以这个定边将军的身份呀 在此辅佐谈压 这就说明这乾隆皇帝呀 对自己能够文治新疆这大片土地 他太自信了 其实啊,我们从这个乾隆皇帝当年 往新疆发的圣旨礼呀 还能够读书 这乾隆皇帝呀,就连那个定边将军 也没打算长期设在伊犁 哎,这乾隆皇帝旨意上就说 准嘎尔全部已定班帝仍留处办事 一二年后将伊等撤回 每年自经派大臣一员前往巡查该处情形 也就是说呀,这过这一两年之后啊 你们全都回来 然后啊,随便的 我从京城派一个大员 到这巡查一遍也就行了 这还不算完呢 他连派员去呀 都不打算派自己身边的人 在这圣旨里呀,他接着说 但如此更换虚用多人 卓、班帝等 与准嘎尔旧大宰桑之子孙 或以阁之宰桑 举其诚实者 拣选八九人带领家属移居查哈尔地方 令其巡查并资差遣 也就是说这乾隆皇帝呀 要让这个班帝在这个 原来的准嘎尔韩国这些大臣的子孙当中啊 物色那么八九个人 这您听清楚了啊 他要的可是这个大臣的子孙 并不是胎妻的子孙 哎,理论上啊 这两种人呢 他不是一个阶级 这个宰桑呢 是大臣 胎妻呢 是贵族 这乾隆皇帝之所以不用胎妻的子孙呢 他是不能啊 让这些贵族去寻查这些贵族 他只能啊 启用另外一拨人 也就是啊 用大臣的孩子 您看没有 这乾隆皇帝这个一朝两制啊 玩的更彻底 这朝廷啊没打算插手地方的任何事物 一切啊 由你个少数民族去管理 今天听着呀 哎 这乾隆皇帝呀算是人主吧 实际上犯了重大的错误 这阿姆尔萨纳呀 心际上没玩过朝廷 这贝地里他可是要干坏事了 乾隆二十年的四月 这大清朝廷彻底打上了清平整干尔达瓦齐步之战 咱们刚才说了 这乾隆皇帝呀 就着手开始撤军 到了这个五六月间呢 阿尔姆萨纳的种种掠迹啊 就开始出现在这班地给乾隆皇帝的奏章当中 那这第一条啊 就是抢夺人口牲畜以及财物 他主要啊 就是打劫当年达瓦齐的老部下们 牲畜财产被抢夺之后 这些部众啊 就化归到自己的部落里 再来呢 就是打着清脚达瓦齐余孽的借口 捕杀了不少当年达瓦齐的老部下 说是达瓦齐的老部下呀 其实都是和这个阿尔姆萨纳一剑相左折 对喽 他就是借此机会呀 在草原上啊 要铲除一击 那这个班地和鄂荣安 是这个朝廷留在草原上的驻江办事大臣 他这样做呀 这两个人当然不干了 所以吉利阻拦 这样啊 才没有把这场挟思报复的屠杀扩大化 可是啊 当那个班地和鄂荣安得着信的时候 已然杀了不少了 最让那个班地和鄂荣安呢 觉得不能够容忍 一定得禀告乾隆皇家的就是啊 这阿姆尔萨纳竟然私用啊 前准格尔韩国大汗的国喜 他们呀 在奏报当中是这么说的 阿姆尔萨纳并不遵用皇上颁发印信 但用嘎尔丹侧灵小红图计 那我们都知道这嘎尔丹侧灵啊 就是这个原准格尔韩国的大汗 这个嘎尔丹侧灵用的小红图计啊 那就是国喜 那这是什么玩意儿呢 这草原上用的这个图章国喜啊 不大 就好像我们汉朝的这闺女印一样 没比啊 您现在喝的那个矿泉水瓶 那瓶盖大多少 这大汗印信上的印文呢 又是什么呢 这上面上没有字是个图记 圣武记当中就记载啊 这个图记是一个橘形转印 说的是转印呢 其实还是这个写圣武记的作者呀 对这个印信的脑子里边有固化 实际上这个印文呢 印出来就是一朵小菊花 哎呀 小菊花 这个词很有画面感啊 实际上我也挺纳闷 挺奇怪的 它要是个八思八文的九叠传呢 我都觉着呀 合乎情理范围之内 至于它为什么是多小菊花啊 我是实在给您解释不了 那么这个史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所以说呢 咱们过往言之 过往听之 不在这件事情上啊 都花时间 意思就是说呀 这阿姆萨纳 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大清国风的这个 辉特不知寒 也不认为自己是双亲王 这个大清国给的这些印信呢 是一律没用过 而是偷偷的在用啊 准盖尔韩国大韩的这枚印 这就有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并且啊 这班地啊 给这皇上还解释了一下 这件事情的可怕和严重性 查准盖尔 盖尔丹侧灵为总台级时 西用小红图计 其下台级众人 有私用者 罪计应斩 不重莫不忍之 金阿姆萨纳 行文切仿 盖尔丹侧灵 其心计显然可见 这班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班地说呀 这朵呀 小菊花呀 是这个当年准盖尔大韩 盖尔丹侧灵 他专用的章 这部下的台级呀 谁要是私用 或者是仿造了啊 这大韩的二话不说 是立刻载 今天阿姆萨纳 仿造盖尔丹侧灵 又启用了这枚小菊花印 他的这个用心呢 皇上 您还看不出来吗 实际上的情况 是这阿姆萨纳呀 从来就不承认 跟这个满清有任何关系 自从杀回草原那天开始啊 他就让自己的部众啊 四处散布谣言 他说呀 他要做这个魏拉特的总韩 并且这件事情啊 无论是俄罗斯帝国 还是这个大清帝国都支持 至于这个领着这些满汉猛兵啊 来凭这个准盖尔啊 那完全这些兵是他借来的 大清国呀 是让他无偿使用 也不这个乾隆皇帝怎么那么控孙 不光是让自己的部众 在这个蒙古人当中传这些谣言 他甚至和自己的邻国哈斯克呀 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呀这大清国为了支持自己做大汉 所以才派了兵给他 并且他还要用啊自己本部的名义 向这个哈斯克呀 派出使者 这班蒂和鄂荣安呢 一听就急了 派使者 你也配 即便派使者也是大清国派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由于这二人及时的出面制止 才免得呀发生了这场前史闹剧 不但如此啊 这阿姆萨那呀还到处编造 有关这清朝啊 在此地实施蒙旗制的谣言 他跟这些蒙古人说啊 一旦清政府在这儿编成了蒙旗之后 可就要把你们啊望南迁了 他知道啊这些蒙古人怕什么 这些蒙古人呢 他怕热于是他就跟这些蒙古不重说呀 一旦呢把你们编成蒙旗以后啊 你们就不能在这儿游牧了 你们就得呀到这个热河一带 查哈尔一带去住牧 大家活的嘞 那是夏天四十多度呢 你们受得了吗 那会说了那会有温度计吗 就四十多度 反正啊他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个牧民呢越怕热 这阿姆萨那就越说呀 这清政府要把他们迁到热的地方去 这鄂荣安和班帝一文一武 两个驻新疆大臣 就把阿姆萨那这些恶行啊 逐条都记录了下来 打成压缩包 直接都发到乾隆皇帝的email上了 这乾隆皇帝一琢磨 这可不行了 哎这阿姆萨那又压不住了 那照此下去呀 此人必反 即便呀不公开打出反击 他也要自立为王了 于是乾隆皇帝呀就赶紧呢 给这草原上发了一道名字 写了一封公开信 给谁的呀 就是给呀 刚封的这蒙古的四家韩王 这乾隆皇帝呀才要在京城 挖下深坑献虎豹 投信香尔 掉金熬